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Aquare Mandeling和我一起学中文 我是Puna 上个月我和家人一起到摩洛哥旅行了三个星期 我们从南部的城市马拉凯什一路自驾到东边接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摩洪密 然后进入了撒哈拉沙漠 最后再开回马拉凯什 三周里我们从城市到乡村 从高山到沙漠 品尝了摩洛哥的美食 体验了摩洛哥的桑拿 到摩洛哥家庭做客 也在浩瀚的星空下过夜 也被奸诈的商人坑过 关于这次旅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上个星期我和林老师做了一期关于这次旅行的直播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旅行中的一段小故事 在进入撒哈拉营地之前 我们在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停留了两个小时 这是整个行程的一部分 因为当时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沙漠里白天的温度接近50度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绿洲 整个绿洲里只有两三栋小土房子 二十几棵棕榈树 十几只山羊和几只驴子 另外还有两个人 绿洲里有一家小饭馆兼咖啡馆 招待偶尔过路的游客 负责人也是饭店里唯一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欧玛 他一出现 我们就觉得他气度不凡 没想到在这杳无人烟的沙漠深处竟然有这么酷的人 我们一边吃饭 一边在猜想 他打扮得这么酷 一定是一位视频博主 沙漠里这么无聊 他肯定要拍视频传到网上去 自娱自乐 后来我们吃完饭 他过来清理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聊起了天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英语非常有限 他问我们能用法语交流吗 这次轮到我们感到尴尬了 后来我们就用谷歌的翻译软件来交流 我们先问他最让我们好奇的问题 那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视频博主 刚开始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问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视频博主吗 接着他说道 撒哈拉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任何想要一度他的方容的人 都应该实地拜访 而不是在网上看他的视频 后来他就索性坐下来和我们慢慢地聊天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当我们告诉他 你看起来太酷了 简直就像一位巨星的时候 他一点而都不为所动 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的变化 看不到因为受了恭维而欣喜或者心动的样子 他告诉我们他在这片绿洲生活了四年了 这块地是他的一位亲戚买的 刚买来的时候 这块地和沙漠中其他地方一样荒芜 是他花了无数的时间和心血让这片荒地上长出了植物 让清澈的小溪流过这片土地 滋养这里的生灵 现在你甚至可以在水里看到蝌蚪 是他让小两门有一个栖息之地 当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曾在国家军队服役了六年 这六年对他来说是煎熬 毫无自由可言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而在这里 在撒哈拉他亲自建造的绿洲里 他的身心感觉到了完全的放松和自由 他觉得这是沙漠中的天堂 他也很高兴为过往的游客提供这样一个地方 让他们的身心得到休息 坐在树荫下 聊着天 看着外面 几步之外就是酷暑 是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 而这里有绿洲 有鸟鸣 有微风 有流水 植物可以在这生长 人类可以让荒漠变成绿洲 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奇啊 聊到以后的计划 他告诉我们 他会继续留在这里净化这片土地 种更多的树 扩大这片绿洲 目前他正在申请Walkway的账户 希望在上面找到一些志愿者来帮他一起种树 Walkway是一个旅行换宿的网站 在上面你可以找到类似农场 学校 旅馆等项目 用你的劳动换取食宿的一种方式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也试过几次 并且每一次的体验都非常好 如果你也热爱旅行并且对沙漠情有独钟 或者你正在计划一场撒哈拉之旅 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在沙漠中停留更长时间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留下来帮Oma种树 他一般在早上不太热的时候工作几个小时 下午有游客来的时候他会准备一些食物 顺便说一下他做的饭非常好吃 晚上你可以数星星 Oma说不管你是男是女来自任何背景 这片土地都是欢迎你的 戴上你的睡袋 沙漠的夜很冷 关于志愿者的事您可以直接咨询Oma 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直接问他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在视频中想要分享的内容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 再见 再见